就是裝得很厲害 做補習社又行的時候 那為什麼當初少少 你說給我知道 我們裝得很厲害而已 其實不是很厲害 我想說其實 不行 你要拿著咪 拿著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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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咪會好一點 這樣是不是好一點 聲音好像清晰一點 是吧 是 清楚清楚 那全部A lot better 高清高清高清 好好多好多 Clear OK Gloria 光清楚 OK OK 好 我是June Beacon College 我想很多人可能聽過了 是吧 那 現在我們就 其實就不單止 只是教育產業的 都有其他side business 那當然主營的 都是Beacon College那邊 那我想說的就是 我在1989年的時候 跟Richard 就是我的拍檔 就創辦了 我要接一下你 June 你不要說那麼長 今天呢 你知道你講的講座 講完你的話 有時間要講 今天主要我想回答人的問題 是啊 沒問題的 你們問吧 回答人的問題 大家有任何問題 關於創業 教育 做生意甚麼都好的時候 歡迎問我們兩個 那我們就快問快答 盡量回答你們的問題 但你們回答之前的時候 阿John又簡單地說一說一下 你知道他一開口說 分分鐘說了兩小時 說他自己的生意 有時間要講的 今天不是一包你 要講一下別人 OK 沒問題的 所以你們問一下 我是很喜歡Q&A session 是的 盡量是Q&A session 不如你先講一下 那你怎樣 當時你講起 創業的三個偶像 是哪三個偶像 第一個就是金融 為甚麼我先說金融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最近大熱的 都是射點英雄傳 我不知道 對不起 你不知道 是哪裏正在做 無線電視 我不知道 我不認識 但是那些人在網上 已經看完 不是幾集 是的 這些真的沒興趣 你想想 有些甚麼 是可以拍都不厭 1960年開始 不斷拍 不斷拍都不厭 每一次拍都可以引起哄動 那你想一下 我從早看店看到晚 沒有那麼多時間 吊吊聲 是嗎 我做吊 好過去射吊 哈哈 我是晚上的時候看 那就是 8點多肯定你和我都看 是啊 晚上的時候 我都沒有 我都是看了一兩集 但是那些人不斷在封存 因為那些學生考完DSE 那所以金融就是你的偶像之一 因為射點英雄傳 不是 因為最近 提醒我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做生意太差 好 那凡是做生意做得厲害的人 我都覺得是 非常厲害的偶像 他厲害之餘賺很多錢 當然啊 不是說文學那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那件事是 remind我 其實沒有看 不過那件事 remind我 就是他真的很厲害 好 我經常都說文人經商 他是一個百分之一百分之一 有很多問題開始來了 快點說 另外呢 另外有一個人叫做馬雲 為甚麼他是你偶像 馬雲也是教書出身的 是嗎 是啊 我知道教英文 是啊 都是文人 馬雲真的很厲害 是啊 馬雲也是很厲害 另一個梁滾 梁滾是誰 梁滾是 你知道你跟我說的時候 我一直不停抄 我不好意思問你 是啊 終於都問我 梁滾滾甚麼東西 我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是不是我不懂呢 我忍不住 我真的要問你梁滾是誰 是我爸爸 為甚麼呢 兩個是做生意做得很厲害 但是我爸爸做生意做得很失敗 但是 我爸爸做生意做得不好 但是他湊大我們幾個 我就覺得這件事已經很成功 起碼我沒有這個勇氣 所以他可以做到 做生意之餘可以湊大我們幾個 還有我們都是很健康 幸福的家庭在那裡長大 所以我覺得 好 多謝多謝 不如我現在呢 我講了自己三個偶像之餘的時候 我想講一下大家的評論 OK Ronnie Jack 波羅斯 沒有一格格格的聲 清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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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東西 OK OK Clear 這些我不多講了 反而我想看focus 有些問題 Leo Lam Richard was my teacher in secondary 哇 這麼好 然後1989 You look so young 甚麼1989 是呀 我七歲的作業 我剛才剛才說1989年我創業 他們就立即計算我現在多少歲 哈哈 你知不知他多少歲 不要說 我來之前我Google 我都是 Google那是錯的 是嗎 是呀 Google那是錯的 即是你現在Google Google那是錯的 你即刻未見到 就是Wikipedia那裡的 是呀 我專門不改的 因為如果要改 上面很多東西是錯的 那我要有負責任 要改掉所有東西 所以我就專門不改 就是不是的 那個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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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問你是大一點還是小一點 是呀 當然不要問 當你今年70 look like 30 那樣 OK 28 至少是這樣 OK 所以Doris You look so young OK Gloria Wong 她問你 how to 之前有人問一個問題 How to do marketing Gloria Wong 就how to do marketing 試試回答一下 June 你懶得做全港最大補習社 曾經又不知道第十 第八 第三 第二 第一 現在你跟我說第一 我相信 那你怎樣做marketing呢 做marketing呢 我想說如果在教育裏面 最好的marketing 就是要做好你的產品 是呀 是呀 這個是真的 如果不是你的marketing 你做得越好 你死得越快 是呀 是呀 這個是很真的一件事 那如果你的product做得好了 你跟著下來做marketing 就要 這樣說 我們做的business 是很成績主導的 是呀 所以呢 我們每一年都要做好多好多research 其實 有些是名做 有些是暗做 做完之後 我們看著那些research 出來 我們見到你的data figure等等 我們然後才按照這些 我們所說的成績表 去做marketing 這件事是重要的 但當然現在互聯網 就是你看到online 我們其實都今年會 shift多少的budget 去online的了 是啊 是的 online 年輕人 他是不會聽你說 說一些硬銷的東西 所以要很多soft selling的東西 我想現在你見得到 你見得到我們在facebook 這個月應該是過了10萬個like 很多的followers IG都已經突破了某些數字 很多時候我們亦都要想一些方法 例如呢 要甚麼方法呢 要甚麼方法呢 你怎樣做marketing的那些方法呢 你要跟他 在他的角度那邊想事 很多時候 所以 為甚麼有些人說 阿John 你好像沒甚麼改變 因為我們想事都要 都要遷就那些小朋友想事 那些方向 你的customer 我真的不懂怎樣serve 是啊 有時你寫了一大篇文章 吐心溺血 都不及一個emoji 講一個難劇 然後幾千個like 又或者是100萬的views 那creativity真的很重要 在我們這一行 因為你要做的是年輕人生意 我明天呢 你知道我明天我去 Hong Kong Institute of Marketing 我午餐有個講座 我都還在想怎樣說法 但我的title呢 就叫做 整個都稍微講句 就叫做 What W I I F M W I F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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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in it for me What's in it for me 你說完一大堆東西 你怎麽敬性 會怎麽買鋪 厲害 那樣東西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人客有什麽好處 人客看到他有好處 他就看下去 不是share給朋友 還有你知不知道 很有趣 原來網上marketing的東西的時候 為什麽那些人會去share 那時候去哈佛讀書 他就說 為什麽那些人會去share 兩大原因 你覺得是哪個原因 我考下你 是我share 我share放上我facebook share 是因為我很care about你 所以我想你看到 還是我放上facebook share 是因為 顯得我好 顯得我好 所以我擺出來share 其實I don't care about you 但是I care about you How you see me 你覺得是哪種多 我覺得一樣東西都有些 我今時在哈佛讀 這個strategic marketing 做了很多個researcher 原來發覺 大部分人在網上share 其實they care less about you they care more about 你怎麽看我 所以為什麽我懶是經常 share一些 拯救地球 打救宇宙 那些東西 其實I care less 就是拯救地球 but I care about you 你覺得我好想 拯救地球 我顯得我英俊 比較帥氣 其實I care less 但是呢 如果這樣說 我很care about you 我大把男人在網上share 鹹片 但是我在網上 我不會share鹹片 因為你覺得我很壞 但是如果我care about you 其實我share給你看 不知道多開心 所以很多時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的時候 做marketing What's in it for me 每個人覺得 對自己的價值在哪裏 還有最重要 share出來那一刻 你要顯得他好 那些人就會share 這個又是另一個gaming 這個東西你就塞錢在我的袋子 我們做marketing的時候 或者我們拍一條片 或者是做一些廣告 一些campaign都好 其實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告訴你 喂 我了解你的 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想要甚麼 但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甚麼好處 快問快答 Gloria Wong 又問How to target customers 你怎樣回答 How to target customers Gloria Wong OK 我想如果 你問你啊 你講我又講 我想Research是很重要的 但又不可以相信Research 你要定期 我們其實真的很定期 差不多是每兩個月 我們又做一次大型 細型等等 怎樣做呢 做甚麼 我不明白 做甚麼Research 例如很簡單的道理 譬如現在我們叫做 可以補的方法 在DSE來講 大約是有十一二科 這樣 大約是差不多 那究竟 接下來我們開班的時候 怎樣可以知道 做哪些所謂的target 那些customers 它需要是怎樣 對著甚麼 即它需要是怎樣 不要弄出來 即它需要是怎樣 究竟怎樣捉住它們呢 我想那個問題就會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說話 我們就要知道它的那個需要 如果你提供一些東西 是適合它的需要的說話 你就自然 它會來的 就是這樣 好 快問快答 下面還有46條問題 我想回答過去 Gavin就說 創業的時候甚麼都沒有人認識 那怎樣增加market share 怎樣增加market share 市佔率 創業的時候 Gavin Zhang就問 甚麼時候甚麼都沒有人認識 你當初創業是怎樣 甚麼都沒有人認識 那怎樣增加market share 怎麼辦 我想現在我們還是在做這件事 1989年開始到現在都是 我們經常都說 一開始的時候 你要讓別人知道你好 你就要將它那個進來 而光顧你的意欲提高 那例如是甚麼 我想轉一轉的畫面 轉一轉的角度 因為後面反光 顯得我們的臉很黑 我想轉一轉的角度 我想試試看會不會好一點 知道 我們轉一轉的角度 阿專你繼續說就行了 你繼續說我繼續轉 IG我要停一停 因為這樣會分了心 今天主角應該是 沒所謂了 所以大家回到Facebook 你一旦聽創業放在那裡 你只會放在那裡 不要緊我怕會分了心 我向這個角度 你坐那邊 你動個一點 我動個來 好 我動個來 你後面反光 知道 後面反光 怎樣都我們很黑 OK 這個角度會不會好一點 對呀 這樣會光一點 好 後面反光 原來是這樣 難怪知道 我們這樣射下來 應該都很光 後面呢 後面因為反光 一反光我們臉很黑 OK 我先給你一杯 好呀 這杯 OK 大家先別這麼脫著 讓我先休息一下 先喝杯東西 開心乾杯 大家先喝杯 不要這麼緊張 大家都是創業開心一下 我只是賺吃而已 好笑到 好 現在這樣 大家的臉 大家光一點 不如先說一下 所以 How to target customer 創業的時候 沒有人認識 那怎樣增加Market share 我們其實到現在 都不停在創業的 你知道嗎 雖然現在已經 創業之後 第27年 因為我每年都要推出一些新的人 或者是新的教育產品 我們這樣說 是吧 就是出去市場那裏 那我都要令到那些新人 市場上面的市佔率高一點 是 好 那怎樣 那即是怎樣 那新人 逢是新人 都要給他收便宜一點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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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逢是 我們 給他收便宜一點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要給他 那些學生去試 他意欲提高的情況下 一定是要他 譬如說 給多些獎學金 就是我們叫獎學金 因為 那個條例限制 不可以說給discount的 OK 那我們會給多些補貼 獎學金等等 給一些小孩子 讓他覺得 咦 這個新人 咦 那補給他的期都很便宜 那既然是這樣的 我試試試4課 香港那個 我們說的education ordinance 其實對於我們的監管 是好嚴重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 一定要每個月每個月這樣收學費 那既然是每個月每個月收學費 其實他試要付出的代價 比起其他國家 是會便宜很多的 所以這個就是對學生很大的保障 所以他們也會很有意欲去試 但是與此同時也會令到那些從業員壓力很大 因為他們隨時會被人搶了 就像是被人搶了 是的 沒錯 輸掌要被人試多些 OK 好了 快問快答 再繼續去講 Alex Chang 就說 你什麼時候上市 你怎麼回答 你說什麼 逢是地球人都知道 縱使我要上都不能在這裡透露告訴你 其實剛剛透露了給我聽 我叫你明天看報紙 不要嚇我 逢是叫你明天看報紙 must be bad news 看報紙 但千萬不要頭版 對 千萬不要 這些一周刊的頭版和報紙的頭版不要上 Eric問為什麼要簽林作 林作 你知不知道我見他的時候 林作是誰 誰不認識 林作就是Joe Lam 即是誰這麼厲害 現在是一個buzzword 不認識的 真的不認識的 是誰 你知不知道他自從 他教什麼的 他是教IELTS 英文的 OK 為什麼要簽 你知不知道他的CV 我看下去是見不到有B的 是全A的 大哥 他那些無論是公開考試 校內考試 你說校內考試很流 大哥他是出名門 Oxford 是不是 就是 跟著講大 還有 但是這些人不會說 考試高分 但是做事低能的嗎 不會的 我們現在教人考試 大哥 考試成績不好 那怎麼說服別人呢 所以他是很正的 還有 我真的有一點崇拜 或者很喜歡人家 操英國的英文口音 他很厲害 就是我們所講的 Queen's English 我是很迷惱 他的語言 好 所以你就是迷到他的語言 是 Victor Mark教育行業的時候 很多競爭 有幾間已經失息了很多 是 如果做到公司 在市場上有競爭力 如何做到公司 在市場上有競爭力 那怎樣 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入行 搞教育的說話 如果那個人想說 Victor 想搞一間補習社 那你有什麼提示 你預備定 你一天睡 四五個小時 為甚麼 很輕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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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一個非常要你 很投入的行業 你一旦鬆開手 又或者 我夠膽這樣說 如果那個主持人 那個負責 掌陀的人 不是最大的股東 應該成功的機會 是較為小的 是啊是啊 主持人 不是最大的股東 就是說如果打伴出來 叫人家去搞 那就難搞了 意思是 力不都不為財 你做Franchise 我只是去收錢 做收銀員 這樣 那你小小的 是OK的 是啊 如果你做到很大型 坦白說 你那個要投入那個程度 你就是每一個環節 當然 有一些環節 我現在都 要free hand 給一些同事去負責 如果不是的話 有很多東西 都是你要自己 我告訴你我七年沒有去旅行 蛤 你說真的嗎 是啊 我對上那次去 是你不去 還是你忙到沒得去 我不放心 你不放心 我每七個禮拜再去一次旅行 我知道 你知道在Facebook 我想blog你 我和我老婆都經常都說 我不可以高活得 知道下一次旅行是甚麼時候 我在香港這1、2、3、4、5、6天 我都做 但我一定要去旅行 星期六日 和我的女兒 和大女兒、兒女兒 單獨 和我老婆 我很喜歡這些 我真的很想Facebook看不到你 你三招不是兩天 又滑雪 又這樣說又這樣 我很討厭你 我是平時在香港一邊看舖 但我一去旅行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說說一些故事 又說說那些東西 才有時間 那些興趣 其實簡單來說 教育是一個以人為本的行業 人最麻煩的是甚麼 不是麻煩的 有好有不好 人是很多變數 人很多事情想 尤其是讀過書的人 是啊 所以讀過書的人 又要有萬全之賊 又要很小心 各樣各樣 我們都是要 我們經常都說 那個投入感是會感染 又或者是會令到他們 是會安全一些的 是啊 所以你七年沒有去過旅行 除了上一次去Harvard的時候 上一次去Harvard做甚麼 我上一次去Harvard 在China Education Symposium 是嗎? 是啊 那天應該 我接下來六月頭又去了 六四我又去讀書了 又在Harvard讀一個星期的書 很開心 是啊 你真的很開心 我叫你一起去的 你不去而已 我想到不得了 我上一次就說 因為我要飛十六個小時去Harvard 所以我順便想讀完的課程 但沒有夾到不對 沒理由要別人的 Symposium 你不去遷就我嘛 OK 恩仲 恩仲什麼 恩仲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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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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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一定會 river 29 29 29 39 29 39 39 39 1989年創業 June 次多少歲 不要說21歲啦 不要亂說 謝謝你 很開心 這些十八歲 I'm in my day 這些blacklist了你 這個什麼 Sean Yim Cyrus Yip June 次多少歲 June 你看得到他 我想說我教齡也不止18歲 他教齡也不止18歲 Jeff Pam 說18歲 Duncan Lee 說18歲 Doris 說48歲 Jazz Lee 說33歲 Duncan Lee 說18歲 我發覺這些人都是亂說 很開心 真的 個個都很勁勞 Loreen 說46歲 真心地去猜 25歲 18歲 這些蛋開 Aidan Yang 說39歲 Goby Chan 20歲 Jeffrey Tang 25 Jimmy Ju 真是別人這樣說 Ronnie 說50 And then 18 at heart Jeff 我們暫時結束 PangPang Chan 說47 欣仲 我不會讀 29歲 我們看看上面的comment 我們又快問 快問快答 上面的時候 很多問題 Sorry 做甚麼 research 做什麼 research in your business Elizabeth Chan 問 很多樣的 第一 我們經常都要 on and off 看著人的滿意程度 第二 看下 下一科會補的 是甚麼 因為現在我們 照計算是最大的教育平台 如果senior forms 每年大約有6至7萬的人 會在我們那裏 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market size是多大 你說6至7萬的人在補 但是有market size是多大的 說是30萬人 100萬人 還是多少萬人 你看一下你怎樣去計算 因為如果你計算senior forms 就是我們集中是做456 如果你是集中做456的說話 每年大約是5萬人考DS 就是school candidate 就是大約5萬左右 即53是15 照這樣計算是15萬左右 當然還有中一至中三 但是我們現在都很努力這樣去擴大 或者是延長他們補習的那個involvement 是呀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你當它是15先 你當它是15萬左右 那我們6至7萬每年 15萬你拿了6至7萬那麼重要 那麼多人 是啊 哇 即我們只是計算senior form 這個也是我們主要主應的業務 OK 好 這樣 好 OK 但是怎樣做research 在這個business上 是否有問題 剛才我們說 我們第一就是要看回 我們那個provider service 的quality 第二就是 究竟它下一科要補的 是甚麼 即它來補的時候 大部分只是補一科 又或者是兩科 但是我是很希望 即如果它覺得是補得有效 是補得好 那就希望再補下去 我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我很陪 補習是多少錢的 還有是補多少科 怎樣repeat 六百多元 一個月 一科 OK 是的 一個先生大約是四頭了 是嗎 OK 我們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眾化的收費 因為 譬如 我上一次哈佛做sharing 的時候 都是有很多人很 curious about 我們的business model 是的 所以後來才成為 這個哈佛的business school 裡面的一個案例 但無論如何 怎樣都好 我在這裡很hard sell 沒有意思 不要緊 很hard sell OK的 那我講的是fact hard sell得來是事實 hard sell得來 我想這裡裏面 不是太多來的學生 所以他們都是講一些做生意的人 hard sell的OK的 OK 好了 我想說的就是 他們都覺得很curious 我們請的那些人 那些quallification 是很高的 譬如是哈佛的學者 或者是華盛頓大學的PhD 他們世界有排名 那為什麼可以as low as 六百多元港幣的費用 就可以補到呢 因為他們覺得很amazing 他們tutorial business 在美國 他們是覺得是一個 很high end的business 因為他們每次charge的都是 譬如一千元美金一個小時 見不到真人的 都是一千元美金一個小時 是嗎 很便宜 就是利用那些 都是online去補法等等 那變成他們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便宜呢 因為我們在做的是 我們所講的mass market 我們就是要回應剛才那個問題 所以我們推出一些courses 或者是教產品的時候 我們要make sure 有那麽上下的人去take那個courses 那我們才可以圍到本 是 這樣 OK 明白 我再繼續去講 我自己做market research 雙部雙部 始終我們搞很多workshop 經常問那些人想哪裏開舖 哪裏開舖 哪些人想去哪裏開舖 不是哪裏去買舖 我都是這樣 好 再下去 再下去的時候 除了網上怎樣最低成本找到潛在客戶 Marco Thongman 你怎樣看 除了網上 怎樣最低成本找到潛在客戶 當然是referral 你們這些學生都是嗎 很多referral 絕大部分九成是referral 是啊 所以我們做marketing 我講些秘密給大家聽 有幾百人看 有些秘密 不是 即是會有很多萬人再繼續看 好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時候那些廣告 不是賣給學生看的 賣給誰呢 是啊 我想告訴大家 是賣給天王看 讓他們的心安靜 為甚麼呢 賣來是因為他們那些威 見到自己更厲害 他們會覺得公司重視我 OK 那你吸引 我經常都覺得 我以前經常問 你要知道你的公司的primary customer是誰 是啊 你的primary customer 我在哈佛讀書的時候 你究竟最主要primary customer 你有很多那班人 自然你會賺很多的錢 那你所有的資源要serve那班人serve 我幾年前已經答過 我想問你 你的primary customer是誰 我很明白知道我的primary customer 一定是我們那班同事 那班手足兄弟 那些先生 那些先生 是不是那些先生 那些名師 那些不是那些 那些primary customer 不是學生哥了 那就 可以 意思是你找到很多名師 你就覺得你的公司生意很好 而不是找到很多學生哥 公司生意很好 兩樣東西是雙負雙成的 是 他們一定首先就要 符合到學生哥的需要 嗯 然後我們就配合他們怎樣做 但是當然 我經常都不記得 你經常都這樣說話 因為我很多手勢 你明白嗎 我以前上課的時候 沒有這些手勢 但是呢 很悶 不要緊要我轉了手 現在應該會穩定很多 現在會穩定很多 不好意思 我想說的是 沒錯 我對於我來講 primary customer一定是老師 但是 對於我的團隊 我的團隊 他就要服務學生 是啊 是啊 他們的primary customer 就是學生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分開兩個 兩個management team 因為我那時的primary customer 都講起 如果你問哈佛 他的primary customer不是學生哥 而是要吸引到最聰明的教授 有最聰明的教授 自然有很多學生哥 還有university ranking就會高 你走去做那些甚麼 new skin也好 direct marketing的公司也好 Direct customer 其實就是那班的agent 有那班agent 你自然有多客人 算了 好 再看一下 這樣就算了 Mike Milk Milk 就是說可以講一下成本與定價 創業應該怎樣去定價自己的產品 有沒有得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看法 成本和定價 創業應該怎樣去定價自己的產品 有沒有得分享一下 Milk 有沒有甚麼看法 這一方面 我們就 不是那麼多的flexibility 可能是因為二十多年前 這一行業已經是定了一個business model 有很多東西我們是很難扭轉 不過我也補充剛才adwin所說的問題 其實最近這幾年 我們都會極力投資有多少東西 在R&D上面 是呀 對呀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長期都是依賴明司 是會有一些不平均的地方 是 所以我們如果投資多一些R&D的地方 入行的人就會比較容易 而且在這個情況下 它亦都會 它的barketing power 相對來說會和我們平衡一些 所以在這幾年 我們都是希望開始慢慢去搞 穩定點的business model 希望可以做到這件事 也都是要找到一些很厲害的人 幫忙去做這件事 我講回這裡的定價 如果以現在這樣的情況來講 我們就會設定了 起碼每一年 我們希望那個profit margin 是接近10%的 每接近10% 是甚麼profit margin Sorry 我不明白 就是一個課程 你收到學生600元 至少就overall 就是 net profit 減了租金 減了薪金 減了薪金 減了所有的分成給天旺 是的 沒錯 變成我們很多時候就要平衡了 譬如好像說 如果有一些東西我們加了 我們不能夠將所有東西轉介在學生身上 因為始終不像其他行業那樣 譬如如果你說現在過澳門的船票 我突然加100元行不行呢 其實都不是不行的 那你去賭錢 是不是 或者去找娛樂 那整家人去 那麼多五六百元 那有甚麼問題呢 那沒有問題 但是你試一下 我們如果突然間加100元 不行的 就是不可以全部轉嫁的 所以我們要計算了 譬如如果現在的業主 突然間要加我們40%租金 那我們就要去想了 我想說很多問題 是的 Sorry 主要你這樣說明早就不結束 我想盡量快問快答 OK 後續你們自己想下去 哈哈 就是這樣 Sorry 剛剛說到成本 我自己看法 你知道說起成本的時候 一個成功的公司 你不應該看自己的成本 為甚麼會這樣說 很多時候人們在開玩笑地說 喂 如果我問你 鄧小平多少歲死 但是我有兩種方法問你 應該這樣說 有三種方法我問你 鄧小平多少歲死 我不知道鄧小平 就當他90歲死了 鄧小平多少歲死 可能很多人有猜八十幾歲 九十幾歲 甚麼都好 但是有人會說 喂 鄧小平是不是120歲死 不是 那鄧小平多少歲死 或者另一種的問法就是 鄧小平是不是60歲死 你說不是 鄧小成是多少歲 你發覺我問鄧小平是不是120歲死的話 通常你猜不是 之後你猜的答案是close to 120歲 但是鄧小平是不是60歲死 我再問你說不是 但是你給的答案通常就是close to 60歲 甚麼意思呢 是anchoring effect 一定要你任何定價成本都好的時候 你不要看成本了 你要定價 你定在某個位的時候 你anchoring在那裡 自然那些人就會tend to去那邊 tend to有機會再做 Sam Zhang就4321 感謝June和Edwin抽時間和大家分享 Edwin 你上次soho life 分享過你爸爸教你 靈作雞頭莫做牛尾 你分享過捉波子棋第一 都不及籃球排第一白 所以選擇去打籃球 我不是很明白 雞頭和波子棋兩者之間的分別在哪一道 我自己上次 Ellen上次我講甚麼 靈作雞頭莫做牛尾 因為我爸爸 我講起我自己有三個偶像 一 就是我爸爸 因為我很幸運 我有一個好教我很多東西的爸爸 變成一個很多時大方向的時候 我爸爸一支持我 我的信心會大很多 我還記得當時我買賣小生意的時候 之後我決定轉去這個商鋪基金 轉去店鋪 我爸爸那時候很大反應 你知不知 我那時候我跟爸爸說 我做了十幾年買賣小生意 我想專注做店鋪 因為搞完一大量 我發覺店鋪的前景賺錢很多 你知道他的反應怎樣 你知道他的反應怎樣 那時候我2013年問他 就是他很大反應 我拍彩 哇 跟兄 我等了你十三年問我這個問題 我見你之前這麼努力做事 我就免費你冷水 你問爸爸 當然是專注在店鋪那裡 你看一下 你過往做這麼多買賣生意 和店鋪 你哪裏賺錢最多 你花在哪裏最好前景 所以我很幸運 我爸爸 我爸爸一支持 我會打一個強心針 我哥 我就很同情我很多東西 變成很多東西支持我老婆的時候 當然放棄了他的職業的時候 你來做 所以我爸爸經常都說 零做雞頭 莫做牛尾 就說 Ewan 你做鋪 你做地產 你一定要找一個category 你是做到最厲害的 所以我現在專注在 幾千萬樓下的香港的街鋪 現在我短期來的目標 就是幾千萬樓下香港的街鋪 我幾千萬的定義 就是五千萬港幣樓下的街鋪 我要是能夠香港稱霸 那做得到這個 小鋪王 我知道 鋪仔王 但是真的能夠做得到 之後再慢慢一步一步的目標上去 那我不敢我什麼縮什麼縮 但是我今年也是42歲而已 那我82歲的時候 還有40年時間給我work上去 那我都希望能夠一步一步做上去 零做雞頭莫做牛尾 你看一下 你已經見得到了 做生意 要不要問我 你當然要問他 我自己坦白這麼說 如果你是搞教育 尤其是在香港搞教育 你真的不要想著 好像你跟興那麼快 是多不可能 多不可能 那也都無怨無悔 自己選擇 就是入行的時候自己選擇 所以大家入行 如果你真的想著搞教育 尤其是零售的這個層面的教育 你要有定心理準備 就是不可以好像他這樣 周不時去旅行 還有你也要有定心理準備 那些什麼福布斯彭榜那些 不會榜上有名的 Sorry 你想想馬雲都要脫離了教育 然後才做得到 不可能的 我跟June兩個不同的人 可能我整天心態都是 總之現在買了一大堆舖 叫一隻手放假一百年回來的時候 我猜都升了值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放了我多點假 才盡量休息一下 但 anyway Travis Chan 如果一個年輕人想做教育 June 你會建議他如何考慮自己創業 還是加入大型的補習社做呢 你這樣問我有利益衝突 我當然是覺得你會加入 當然是加入大型補習社遵理好了 那些 不單是要加入大型補習社 還要加入最大型補習社 那當然 為什麼呢 人家可以跟你排外了很多很多風險 你那個opportunity cost 你會減到最低 因為如果你自己去創業的話 你現在要入行的資本 是很厲害的 我們那個入行門檻 現在是越來越高的 我都慶幸我是二十多年前入行的 是 是 我真的很慶幸 就是我二十多年前入行 就是現在如果你入行的說話 我想你沒有得幾百萬在那裡 不優蝕 你都很難做得很好 但當然有exceptional case 但問題是會比較困難一些 所以你進來我們那裡 好處是什麼呢 有客宵一下 為什麼進來你那裡 那之後才創業 還是怎樣 進來你那裡做幾年 之後就叫酒班客走 還是怎樣 那他想創業 他想創業 你跟他講來你那裡做 是沒用的 那他想創業 我經常都覺得 他不是我的employee 是啊 OK 全部都是business partners 所以你就會在一個 就是等於一個大的platform 那裡establish set up你自己的business 是啊 你自己要計算你自己的數 你要委會計師 假設他真的想開一間 Travis Chan 補習社 那怎麼辦 那你建議他加入大型補習社 學一下東西 一天自己開一間補習社 自己做 我剛才沒再說 如果你開一間細型的補習社 自己做 是 你一做到很成功的時候 我只是擔保你 肯定這樣的暗戰 是多到不得了的 是 這一行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所以 最拉尾 我見過很多很多例子 都是 最拉尾都是 散於二回 撿了自己的補習社 走來加入我們大型的補習社 這些東西是很多的 我看法不同 OK 我看法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自己 我自己看法 每一間任何點大的公司 都有value curve 是 value curve 一定遵理補習社 甚麼補習社都好 有強有弱的地方 如果你想創業 就盡量把value curve 倒轉一下 倒轉一下的時候 遵理強的地方 你避一避 他網絡多也好 他名思多也好 甚麼都不管 好多問題 再回答你 全香港沒有人創業 沒有人做補習社 比你更厲害 一千年後 都把你最厲害 大家記住 不不不 你可以做小組的 例如那些 one on one 或者小組 small group 其實business model 又不是很一樣 不當 不當 好 Doris 問你創業這麼多年 有沒有遇過 挫敗失敗的故事 我問太多了 大家聽我的聲音 聽得清不清 因為你這裡播音樂很大聲 我對著麥克風說話的時候 聽得清不清楚 如果聽不得 不清楚 告訴我 聽得清不清楚 告訴我 好嗎 因為你的播音樂很大聲 好 再說 創業這麼多年 有甚麼困難 怎樣面對困難 還有特別是壓力 Doris問你 有沒有甚麼看法 你說 我感激媽媽 天生我是多樂觀 是嗎 真的嗎 是啊 我沒有一天失眠 就是在過去 我想失眠的日子 是很少很少 其實如果你是 天生是不太 承受到壓力 我真的勸你 不要創業 因為做很多 聰明到像你那樣 我都聽到你說 曾經 很迷失 很迷失 很不開心 那些 你想想如果你是做 你沒有迷失的時候 跟你吃過飯 跟你聊聊天 有時見你很大壓力 你知道 又要自己醒目的 又要自己有方向 你見我大壓力 你不想嚇我 我見你不大壓力 見你的時候 又是有目標指向 因為始終現實地 但不要介意大家說 June是我的好朋友 但始終是因為生意上認識 是嗎 我們生意上認識 我們沒有生意做的 你認識我 是因為你知道我之前所做的 香港商機 我認識你 是因為遵理 大吉利是 生意上認識 那這個世界沒有朋友 但是我形容 有些人 根本跟生意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 是兩種不同的朋友 OK OK 不過不要緊 那你繼續說壓力 那怎樣 怎樣面對壓力 面對壓力我想 你一定要找一件事 你自己很喜歡做的 例如我很喜歡做的是什麼 我極喜歡吃東西 我一吃東西 我就什麼 不開心的東西 或者壓力大的東西 我就會忘記 這樣 這件事很重要的 而且我極喜歡睡覺 所以 但是我那個 睡覺時間又不是很多 但是我的Quality 是很好的 上面的質素很好的 所以我勸你 如果是 又很容易失眠 又很容易壓力大 那真的不要創業 不要做自己的生意 因為這樣你很難受 這樣我覺得 對呀 不過我怎樣面對困難壓力呢 我經常都覺得 為什麼有困難壓力呢 就是很多的東西 你收起來 你不敢去面對 我自己嘗試都是 每天早上我一起來 我就會寫下 今天要做些什麼 信不信由你 我會把我寫下的東西 哪一樣東西最難 我就會把它先做 最難做的東西 你先做了 你不知道你rest of the day 你就沒有問題了 你發覺最難的東西 你做了都不是那麼難 但做不完 最難的東西 你總是有個list 你每一天 你每一天 你有個to do list 有個to do list 有些是important 有些是沒那麼important 有些是urgent 但是一定有些東西 你總是放在心裡 這個客人不好意思 call他 我怕被他罵 不理他了 拿起電話打給他 someone soonex 總之打給他 所以很多時候 最難的事情 你做了 就不知為何 你面對困難的那種壓力 就會少了 是 這件事 remind me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to do list 我也是每天都會做 如果不是 你那天很容易 運運惡惡惡 就沒有了那些時間 所以 逢是一些 即 你不是說只是創業 你是一個自顧人士 尤其是 因為自顧人士 你不需要有discipline 好似 亦都沒有人去管制你 那你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所以我覺得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有一件事 這件事很想回答 這件事很想回答 教育會不會被電腦和人工資料取代 這件事我回答了很多次 我在美國的時候 真的逢人見到 都一定問我這個問題 那你答案是甚麼 那我就說 你一定要看回 你現在身處的地方 那個獨特的地方 譬如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就是香港 是啊 我可以都很肯定 在未來的五年都好 香港的教育 是很難被電腦 或者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為什麼呢 甚至乎 online的東西 都不是可以取代到offline online是小必 在這五年 我只可以看到五年 就是再長遠一點的說話 就不知道了 為什麼 幾個原因 香港實在是彈遠之地 嗯 交通很方便 網絡很方便 是 而且相對來說 交通費是低的 阿磚後面很多問題 OK 好了 第二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香港人很習慣有那種 所謂的togetherness 就是要group一起去做一些事 是的 所以在種種的原因底下 還有中學生 尤其是他面對是同一個公開考試 他們是需要有大家share 去分擔stress等等 壓力等等的機會 所以在大型補合社 一起去補習 那種氣氛是online 或者人工智能等等的 是取提不到的 是 Flory去啦 啤酒杯啤酒杯 Rae Quark的時候就問HiJune 問一下怎麼看新興的編程教育 甚麼叫編程教育 甚麼是編程教育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不懂呀 你都不知道呀 我不知道呀 就是Rae問錯問題 不好意思 Jazzle很欣賞June 和Richard的付出認真 多謝多謝 Aidan Young就說 藝術創作教育 如畫畫攝影類 沒有甚麼專業資格 可以認證前景怎麼看 你有沒有看法 我覺得慢慢一定會有認證 是嗎 現在香港是講認證的年代 差就差就是由誰走出來 我最近都已經是 見過很多business partner 就是potential的business partner 譬如畫畫攝影這些 其實是逐漸已經是 音樂 音樂、畫畫 甚至乎是一些 你覺得是一些很artistic的東西 其實慢慢都要有認證 去告訴你 起碼教那個部分 你怎樣可以去 有資格去教人等等 就好像類似 好像很久以前 中醫的規管 是 跟著下來有化妝師的規管 美容師的規管 那到去畫畫攝影這些 遲早都會有專業資格 可以認證到的 OK 很快發生了 前景如何 就是搞多些什麼課程 搞些什麼證書課程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我覺得是非常前景是樂觀的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現在我將一些DSE的課程 你推去海外是推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說畫畫、音樂、攝影等等這些 是無疆界的 是 Global的 這個是甚至乎 連Language Barrier都可以沒有 你想想 只要你可以做到一些 就是 我們經常都講 我們比較俗些 白痴你都可以教得他明白 一個這樣一個program出來 你發硬的 OK 好 總之你找些白痴去教了 OK 總之剛剛講 猜稅數的時候 讀給大家聽 大家猜多少稅數 2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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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3 18、46、25、39、20、25、45、10、18 47、29 June 有什麼特許經營的教育品牌值得加盟 即將會推出的 真的嗎 是呀 你們現在沒有franchise 這件事我們考慮了很久 除了樽利 不要這麼說hard sale 樽利以外 有沒有哪個好的品牌教育 你覺得可以值得加盟呢 我不知道你會說 Sorry for the time being 我不熟 我不敢說 我認識很多franchise教育的朋友 我想說 是嗎 我只認識Heidi 我唯有推薦Heidi Heidi Graceful Hand 是嗎 是 Heidi 幫了你廣告 Heidi 我馬上要CAP這件事給你 Graceful Hand 不知道電話號碼多少 總之Heidi好人來的 你找他 很有心做 是呀很有心做 她都經歷過一些困難的時間 不過每個人都經歷過困難的時間 有誰沒有 我猜就44歲 48歲 42歲 90歲 我希望有這個歲數 多謝 90歲好事來的 90歲 28歲 48歲 89開始 48 48 49 為甚麼那麼蒙 為甚麼那麼蒙 沒有辦法 有時就是Facebook的事 我也不知道 Ken Chow 你為甚麼現在國外很流行的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你怎樣看 這個會是一個 真的 其實你會見到不單是國外的 其實國內都是很流行的 又是說回這件事 你要看回地方智慧 在香港是否那麼容易 去penetrate到 即是Local Market takes time 我覺得 是啊 但如果你說我是放眼 不只是香港的市場 我覺得這個是很 很Rosey的 即是那個Party 很光明的 是啊 那即是怎樣 香港會好的 那怎樣 香港好還是沒有 如果你只Focus香港的市場 就不該 真的不要想了 就不要想了 那要Focus甚麼市場 譬如如果你是做這件事 你一定是要Target 起碼你Target東南亞 東南亞 你起碼Target東南亞 你不要講到 你會不會做呢 當然會 你當然會 當然會 當然會 所以這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是不能做的 那大家不要做了 把你做完 那當然不是 有多少前輩已經在做 只不過是這件事 我都不執書 我都會做的 坦白說 應該要 好 Billy Kool 什麼Sample高手和教育界高手 分享一下心得 教一下大家 請教 多謝多謝Billy Rex 嗨June 請教June 從HKCEE到DSE年代 報讀選修科 日校重讀人數大減 過往學生中五補習 之後中六七都會再補 re-purchase 現在學生補完中六上大學 每年吸引新學生成本很高 June 怎樣看教育界前景 我想你那個問題就是怎樣看補習 或者高中教育在香港的前景 我是覺得現在已經差不多是飽和的了 是啊 那June 你都會繼續擴大我們的market share 但是我想問 壞些 你之前有兩個主要競爭對手 一個就是X王 另一個就是現X 那他為什麼好像看起來 他們好像差了很多 最近 我不評論可以嗎 不評論 這個問題 你不知 你不評論 有沒有什麼原因 就是general 為什麼呢 general其他 為什麼你比較厲害 人家差一點 我先說英王 是啊 我不妨開名 因為是老友來的 是啊 正如我剛才所說 岑生退休 是啊 是其中一樣東西 令到 有一些 不過這樣說 英王其實他的前景 現在都樂觀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轉型 據我所知 他們會是 搞多一些 不是DSE的課程 是 而不是DSE的課程 相反來說 其實他的profit margin 更加厲害 是啊 還有他們也都會放眼 國內和東南亞市場 OK 那他是減少 只不過是他減少 DSE 或者local market 那個involvement 這樣說 所以我是看好英王教育的前景 OK 第二樣東西就是現代教育 即是你覺得英王教育會好的 你覺得他OK的 即是有心做 他做的課程的時候 的margin又會好些 他又會看國內 對 OK 我看好英王教育 OK 但是現代教育 我就真是 認識比較淺些 我不敢評論 那我想是 OK的 OK的 OK 好了 多說了 我會怕 千萬不要想你競爭對手死 因為通常你經常想他死 他們都不會死 千萬不要 沒有錯 恨人比避恨更辛苦 我昨天才和一周刊的總編輯 Louise 和我們副總編輯 總之在荃灣到處看舖 這件事情 教他們怎麼看舖 總之接下來我和一周刊有些事情 我和一周刊說 我真的又愛你又恨你 好的時候你又找我講舖 很壞的時候你又霸話我堂一陷城 又擺我上封面 堂一陷城 無緣無故又拍到我整個好奸的樣子 怎樣怎樣怎樣 又說什麼公司的時候給我錢 那樣東西 我都不知道怎樣 好 總之就不要看人死 寬恕別人 我從來不會看舖家死的 也都不會做小動作的 原因是 我經常都會覺得 一個行業的盛順 真是如果你是去讀佩席 或者想行家死 那些東西你放讀 遲早會讀自己 是啊 真的 千萬不要做這些東西 好 再來 阿超書 謝謝阿娟 Juna 想知道更多 如何Juna 展開了她的教育圖 我在裏面的工作 主要是在裏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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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裏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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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什麼叫裏面的工作 誒 誒 誒 我們在裏面的工作 我們在裏面的工作 那怎樣 我答過不單一次這樣問題 因為很多小朋友 創業的時候 去到這些位置 都是問我 跟著怎樣算的 我就往往都是 不是 Charles 不說歲了 OK 其實 是 OK 你不要還小朋友 你經常都說 Sorry 我教官書 我教官書 我教完四十年的時候 仍然是五間center 是 我教官書 都是那句 投放多些資源 是R&D 是啊 整合你的教材 這樣你就會可以去一下旅行 是 你沒有資格說話 你七年都沒有去過旅行 是啊 沒錯 我快來就行了 你給我一點時間 OK Ronnie Lee 人多 什麼人多 我不知道什麼人多 好 Carwan Lam 就是language center 中英日發等俄語 將軍澳有沒有得搞 有 將軍澳的市場好 但我剛剛 今年才開了一間 即將我本來 將軍澳分校的size double 為什麼 因為 上次了 Grand opening那次 是啊 你沒有來 你知道這些 時間有限 要看報 明白 我罵你 放心 老友 你找我做speaker 我一定在這裡 你做普通一個參加者 就少一些 OKOKOK 沒問題 私底下在夜 你吃飯 Anyway 將軍澳很好做的 因為他裏面集合了很多 簡單來講 好像當年的屯門一樣 我們當年的屯門元朗 開始做是很好做的 口碑傳得快 他很難走去別的地域上課 而現在的舖租都要貴一點 其實將軍澳都想買舖 不過將軍澳全部都是商場 商場 我買不到 商場我又買不起 街上舖又沒有人走 沒有人跳 即將軍你覺得可以 是有的 不過如果你是要講 去到法文 法文在香港很難搞 因為已經有很strong的 all in francais 還有他在那裏 well established那麼久 我就覺得難搞少少 中文、英文、日文 中文你想搞language center which is普通話 如果是普通話的話 香港難搞 現在因為那個syllabus 小學生都已經在校內 已經學到普通話 所以如果你教普通話 就是很難 是啊 ok好 再下一個問題 Ray Chan 這些補習的問題 我不是很懂得回答 Ray Chan 請問一間成功的公司 是否一定要有大股東話事 股權一樣是 是不是很難處理公司的業務 亦有分裝不云的情況 股權一樣是否很難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是 我不知道你是怎樣 我呢 我自己 因為可能我被我爸爸影響 我爸爸經常教我 總之就是情願生意做小一點 但是總之不要跟別人合作 唯一好的partner 不是兄弟 不是姊妹 都不是爸爸媽媽 唯一好的partner 就是老婆 所以我被我爸爸影響得很厲害 所以我就不知道 很自然 我會跟我老婆做了partner 有什麼爭執都好 晚上都會睡同一張床 但是我自己 如果有partner 我覺得始終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你所說 分裝不雲 我情願做小一點 包括每一個人 要找自己的空間 我現在一邊做幾千萬樓 在香港的時候 盡量 希望做到稱霸 但是 現實地如果有個partner 可能搞多一些 大一些project 搞整個舊樓重建 地盤 搞這些事情 但是現實地 錢沒有那麼多 不是做小一點 但是我一個人自己做的時候 我就習慣了 我沒什麼資格comment on partner 你呢 我很幸運 我的partners 你有其他partner 大家感情很好 所以我覺得 完全沒有這些 分裝不雲 這些問題 你要錢就拿下去 你知道我第一次怎麼認識一下 Richard 在某些functions 不是 我在停車場 我拍下了一輛車 有個小朋友 開著林寶堅理 在我旁邊 就啵啵聲 拍下了一輛車 車牌寫著Richard 每人都知道他是Richard 你以為是Richard 我怎麼知道他誰是Richard 一下車那一刻 我就想 誰是Richard 他站出來的時候 說真的我都不認識他 我怎麼猜他是誰 後來跟他聊天 我就跟他阿視一個節目 我做評判 他就做那個 總之拉票人 之後就是這樣形式 所以很有型 是嗎 是嗎 Kip Lee學到很多東西 多謝 Morris Ma 可能環境暗 所以起格 Alan Chan 請問創業者 怎樣準確判斷 同類競爭者是為錢 還是為面做生意 因為想避開為面做生意 對手 感謝分享 你有沒有看法 你之前說過這件事 對手是為面 就很難打 是呀 其實你說為面 包括你也是 你問我開一個 做教育也好 做教育 你說為面做生意的 有很多 你會教一下那些興趣班 教一下那些音樂中心 那些時候 很多人開的 我猜做教育 做補習社 沒有什麼人會為面 但是我不敢說 但是其實來去 好像舉個例子 蘭桂芳 我現在坐在這裏 大把那些 就是過二世組 開一間酒吧 每個月虧皮 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我開一間酒吧 我不會去長沙環開的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你做生意 你要知道你競爭對手 是為面還是為錢 是是 飲食的行業 cafe 西式 開一間情人節 花店 這些都是為面的 但是你不會開一間死人花店 我不會無緣無故 有個朋友跟他說 有空送兩個花牌 掛上這張照片 黑白照 賞你 不會 所以一般 我經常都覺得做生意 盡量要做一些是為面 不要為面 是為錢 和你競爭 其實比較rational 但是如果為面的話 有時候你和他競爭很難贊 補習比較難的 補習比較難的 因為香港始終補習有一個原罪 我們經常都說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很銅臭 或者怎樣 這個東西是洗不掉的 所以你為面 很少人會去搞補習 sorry 是啊 這樣 現在突然間很清 飛叔剛剛蒙了一陣 現在馬上清了 好 再繼續 有很多問題 sorry Juno 不知道你多少時間 一直回答一下 Tom Tao 就是政府裁斷很多科創基金 要寫很多proposal 其實judge要些什麼 judges要些什麼 你有沒有做過這些 你應該知道多些 你問我嗎 其實我很壞 我這樣說 沒有人再找我做judge 他寫什麼proposal 我都不看 不好意思 我是一個超級謀利公司 大哥 我真的沒那麼多時間 真的做這些judge 很多七萬六千個機構 去找我做judge 我經常都沒有心機看 因為現實的 after all 都是接下來那個人的presentation 他講presenting 怎樣 他寫完一大抽的數字 我沒有什麼時間去看 好像我 糟了 我坐在Cyberport 還有很多incubation 那些proposal 我都要看完 原來你沒有看的 總之他進來 那些make sense 還有來來去 是說那個熱誠 我經常都說 你這麼多proposal 什麼科創 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你怎樣 你是不是在做事 你是不是全職去做 如果你做下去的時候 你的退路是怎樣 失敗了 你會怎樣 你如果那個人的determination 跟他寫什麼proposal 都好 其實都錯了 但是有determination 或者做下去就會成功 所以我來來去 都是看那個人的commitment 是有多少 但是如果你說 寫完一大集proposal 但是自己有在第二份工作 在那裡做 又沒有辭職 又沒有很大的commitment 有幾個partner的時候 不同的工作的話 又有很多的退路 這些人永遠創業很難 是 我答下面一條 我很想答 他說駕駛學校 跟你的生意有點相似 導師做旺了就會走 可以怎樣辦 怎樣辦 我簡單這樣講 兩樣東西而已 第一樣東西就是 你盡量要令到 他在你那裡招生 一定是會比起 他自己招生 會那個收入更加好 那他就會留下 就是很簡單的這個道理 第二樣東西是什麼 就是你盡量要 真的要做好一些 令到他容易些去入行的東西 就是說譬如 如果你可以有一個menu 是教別人怎樣去入行 那你招聘一些新手都好 他都很快就可以上手 可以和你的前線幫你去教 那你這樣東西就無枉而不理 是明白 Jimmy Lam就說 Hong Kong No.1 怕不怕被人用商品說明條例去被人告 我說他No.1 你告我了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先告我 還有現在我們不是在賣過百 我們現在閒談 我們有言論自由 我想搞清楚一件事 我說他No.1 那他都可以說我No.1 當是小店 第一我是梁賀琪 我不是走出來講話的時候 就全部在賣廣告的 這樣 好再來了 K Ho Karho Yang就說社會責任和利益怎樣並存 你有沒有看法 社會責任和利益 你們是不是有社會責任的公司 你覺得呢 我有八個子品牌的 八個子品牌 八個子品牌當中有三個不是賺錢 其實都是用來貢獻社會的 第一個就是Beacon Pop Index 因為我們是很多年輕人在聚集的地方 所以我們拿資料是比較容易的 所以呢 亦都在現在這個時間 信息萬變 我是很想令到年輕人所想 所想的東西 其他社會有時候會知道 所以我們在這裡 你可以在Google那裡 你去搜尋一下 這個Beacon Pop Index 其實之前已經做過很多發佈會 Beacon Pop Index 怎樣傳 尊理潮指數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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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你可以去看看 亦都有一個網站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有很多數據可以參考的 這些東西我們是給大家去參考 大家去用的 第二樣東西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有一個Fund 就是去津貼一些underprivileged的學生 這個就是第二樣東西 第三樣東西就是 我們經常都會搞一些talk 其實是純粹真的是 因為 就是譬如 有一次我邀請 我邀請 我邀請 蕭先生 Beacon Pop Index 彈了出來 哈哈哈哈 有隻手指甲 多謝多謝 有一次我邀請蕭若元先生 去我們講一個talk 是啊 他講一件事 令到我很感動 為甚麼呢 因為職場 我們是賣他的作品 是半價的 跟著他見到 他就說 June 你賣我的東西半價 我以為他會生氣 沒有啦 那他說 我說 是呀不好意思 因為我想推廣 即是你那些作品 我覺得有一些是 真是 我很欣賞 和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做半價 他說 那我說 希望你不介意 他說我當然是不介意 他說你真是很有心做 因為是我很清楚知道 我是不會用半價 批這些東西出來的 那所以呢 你如果買半價 很肯定你是補貼 那我說 是啊 到今時今日 然後才有人知道 我真是覺得 因為我之前 一直都有做 這件事 但是沒有人知道 原來我是賣一本 洩一本補貼出去 但是 這件事 也是我們經常會做 透過Be Excellent 那個品牌去做 所以其實 說回別人怎麼做 先不要說你 賣廣告 但是如果卡豪 他說社會責任 和利益 怎麼共並存 那你怎麼回答他呢 現在我就告訴你 就是我八個子品牌當中 有三個不是賺錢 就是回饋這個社會 就是你見到他開些品牌 不是賺錢的 那純粹是接住了 沒錯沒錯 這樣啊 這樣啊 糟了很糟 盡力而為 盡力而為 我自己 或者量力而為 量力而為 我沒有那麼擅心 人家經常說 很壞啊 人家很多人找我捐錢 其實我不是一些很捐錢的人 是嗎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做一盤的生意 要對社會有貢獻 包括我自己做的商店 炒賣賣 我覺得沒有什麼貢獻 二千萬買來三千萬買出去 很開心 但我覺得對社會沒有貢獻 我自己很希望 一我想多些人參與 其他人賺錢 二我想商戶參與 我們打半給他裝修賣 幫他開一些分店 幫他宣傳對訪 不好意思啊 我想傳一下你 我們那個行業 是很 labor intensive 所以我 full time staff 是超過三百人 part time staff 夾在一起是超過一千人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一個 企業和社會責任 是啊 但是你整個公司加在一起 我公司十幾二十人了 十幾二十人沒有提供到 這個就業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一個 好有社會責任 這個已經是社會責任了 是啊 OK再來Dorace 可不可以再說多些 業主加價40% 你怎麼搞 如果業主加價40% 其實我們都試過的 我很多時候 如果可以的說話 我會照做的 嗯 但是問題是 跟著我都會馬上 第一時間會找位搬 是不是也是 是啊一定是 如果不是的時候怎麼辦 不過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都會忍一忍他先 因為我要照顧兄弟的生計 我剪一個 center 我就會馬上剪減成本 而未必一定會影響我很多收入 但是那些 以分成為主 尤其是很多video classes的老師來講 他的收入就馬上剪了 所以在這裏來說 我也覺得我要為他們負責任 如無必要 我是會有一個比較smooth的銜接的 就是說 如果這裏是加價了 我馬上去在區內 因為我們都是很講district的 是啊 譬如說我如果將軍 我剪了一個 center 那些人是不是會去九龍灣呢 是不一定的 又或者我在屯門剪了 那些人是不是一定會去元朗 你當不當是自己的物業的 因為租的多還是怎樣的 我都不清楚 我不是那麼多 其實我買什麼 我都一定會問過你 哈哈哈 那你最近沒有問過我 哈哈哈 你不記得而已 如果我買的時候 通常未必一定 因為我們要用的地方很大的 就是五千呎過外 你想一下每一億的 每一億的 那怎麼可以這麼多 都全部是買呢 那我會在區內 找一些比較小一點的 通常呢 也都會是行家租著的 就是比較小型些 或者中型些租著的 那 我們頂它回來才知道 不是呀 我會買了它 我會買那個物業 如果業主不加我租 我不加他租 如果業主加我租 不好意思 那我也要加他租 這樣做法 那所以是 我們自己本身用的物業 反而就不是這麼多是自製的 但是呢 我就會 都會透過那些 就是partners等等 投資一些 因為他們會信我 因為我會知道 究竟那間 做不做得到 加不加你租 加它多少 然後它才會承受得起 那我有這個專業知識 那所以我都會有 這一樣東西 我可以給到advice 是啊 你那時候問過我的意見 我都很推理 可以了 可以了 到今天都有賺錢 希望 其實都ok的 ok tom toe 尊重好青春 tom toe又跟我說 放慢點 放慢點 elwin 我說得很快 李斯特 我本身是在玩爬蟲動物繁殖 最近開始做一些event 講座 去學校 birthday party 介紹給小朋友 用這個角度 教小朋友 你覺得你有沒有看法 ok的 但你不是問business的東西 你不如PM我 如果可以 有些什麼event 可以一起去搞 我覺得挺有趣 好 沒問題 Sean Yim 那就是價錢 什麼價錢 我不清楚 Patrick Chan 就說清楚清楚 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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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讀書時很差 Edwin Chan 問你讀書時是不是很差 我讀書不是一個很勤力 很勤力的學生 我發覺我最勤力就是現在的了 是嗎 我以前很懶的 讀書的時候顧著拍拖 顧著 發夢 但你讀書成績不好的嗎 你讀書成績好的 坦白說 那個年代 如果入到港大 又不會太差 但問題是 我是不是很認真 我一定入不到港大 我自問我入不到港大 又不會太差 但問題是 我不是說 讀得很 不是要拿八條A的人 簡單來說 是 這樣 OK Doris Doris 怎樣可以睡眠很好 你幾點鐘睡覺 你問他 還是問我先 當我先 當你先 我說我每天 兩點多 兩點多叫早 有時候晚點會是四點多 你怎樣 June有沒有說 你的typical day是怎樣 幾點起床 做些什麼 從早到晚做些什麼 之後幾點睡覺 有時候會七點多 有時候會八點多起床 OK 然後我會 你睡得很少 是的 Home office到大約是十二點多鐘 我通常會在家裡吃完 lunch 如果那天不是很多很 urgent 我會 take a nap 可以 是的 我會 take a nap 大約是四十五分鐘 然後我會兩點鐘左右回到公司 因為我們的business hour 其實最緊要是 start at 4 OK 即是四點鐘至十點鐘 是我們行業裡最旺的時間 所以通常我兩點鐘 我會去到公司 OK 然後一直看著日常運作等等 有些什麼 然後去到十一點多鐘 就會跟那些先生聯絡一下 因為他們有很多事情要問我 或者是有些什麼事情要開解 因為始終我都是他們的老前輩 因為搞二十幾年 沒錯 某程度上我們是partner 但某程度上我都是一個senior 在這些情況下 我要跟他們聊天 11點多 即是開解一下他們 是的 開解一下 又要努力一下他們的問題 因為他們其實一天困在一個課室裏面 其實社會智慧真的不高 其實我也不高 我之前困在一個課室裏面 二十幾年 其實我認識你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認識你遲熟 都是前幾年的時候 我應該一、二年認識你 應該一年 認識你五年左右 我還記得第一次見你 在Intercontinental 在Richard約我出來 就介紹一個partner給我認識 就見到June 然後你還跟我說 你一直困在課室裏教授 你懂事不多 那時候你很少出現 最近這幾年你多了出現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在社交場合 我是錯過 我經常都不知道 其實我現在 你知道我六年前 我家裡一條西褲都沒有 是嗎?OK 因為我是 但你是穿褲子 你不穿裙子嗎? 我不穿裙子 但我牛仔多 T-shirt 魔鞋牛仔褲 是最舒服的 上課的裝束 如果不是 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我都不會說 dress up 現在我才叫做 有西褲 穿裙裙 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 我真的一點都不 真的很男人 因為這一行 是男人主導的 你會發現 是嗎? 對 你看看這些網友 有幾害女人 少得不得了 比例是十比一 真的 多不多男女關係 那些東西 不過你講起這件事 我記得我搜尋這個June Leung 你網上有很多 Sorry Sorry 那些東西 之前有些私生關係 那些東西 是去年 所以有很多這些東西 沒錯 是呀 沒錯 OK 先帶來 Sean Yim 後面有兩點過了 我不知道兩點是甚麼 學到東西 Heidi Kwok Heidi Kwok 是否我們的Heidi 是啊 我們的Heidi Edwin Thank you June & Edwin 66168282 大家叫66168282 Heidi Kwok 就是Grace Bohan 的Franchise 香港唯一一個 教育好的Franchise 我不敢這樣說 我是說我記得Heidi 我不認識 我只認識Heidi 我覺得Heidi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會推介Heidi 等一下有商品說明條例 我很害怕 好厲害 知道大家可以找他 Rion Chan Do you thinkSnap Ass 會成功 為甚麼Snap Ass 那當然會成功 你知道Snap Ass是甚麼 我當然知道 是我的Business Partner 是嗎 其中 是啊 我很支持他們 Timothy Timothy 沒錯 很好教他們做得很好 為甚麼會是一個Success 他們的Idea 和你是Partner 還是競爭對手 某程度上 會是競爭對手 不如我和大家說一下 Snap Mass是甚麼 就是 Correct me if I'm wrong Snap Mass基本上 就是你買一個Package 你總之做功課 不懂的時候 你就拍一張相片 的問題 Snap一張相片 之後就 somehow 有Twitter 幾十秒內的時候 就會回答你的問題 總之就不知道 一個Package 回答幾條問題 是這樣的 某程度上 算不算是競爭對手 我又覺得不是 例如一本字典 是否我們競爭對手 我覺得不是 但是是可以互相補足的 他是甚麼Partner 他Partner 他Partner是甚麼 他在我們的平台 有做Promotion 而且他也在我們的網店 可以買到他們的卡 所以我覺得 Partner 多於Competitor 好 OK 眨眼 11點鐘 我們快回答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Edwin Chan 會不會想澳門 澳門有澳專 給賭廳投資 很多錢來發展海外升航 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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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lie June答得很得體 I just have to Thank you 謝謝 Lol 是不是 他在笑 他在笑 R&D是甚麼 Doris Love Out Loud R&D R&D R&D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下面答了 SSL就是研發 Ken Chow就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很多人代答 Ig 增加有潛力的followers 你Ig有很多followers Ig沒甚麼用 我們公司會OK的 Ig通常都是年輕很多 年輕很多 因為我那些都是創業者 我那些三十多歲的人最多 是 怎樣說呢 有很多Ig shop在那裏 所以現在如果你說要多一點followers 你拍片 還有做多點live live是可以很吸引人的 是啊 Jacky在那裏 Jun Suki Leung 就是搞coding 有得搞嗎 你答是嗎 這個 搞coding 我不懂 搞教育coding 我都未來 你覺得 我不知道 搞都搞 沒得搞 有得搞 這個未來 阿窩退樣就講得好 多謝 純粹多謝李根兵先生 除了平時自己分享句句 找來的生意 猛人上分享心得 這些知識 在外面給錢先聽到 現在竟然可以學到 很開心 原來思維有這麼大的分別 難怪你們成為大生意人 很多謝Jun 你的分享很真實 很坦誠 多謝 一定有清責的一天 你認為將來 會否全香港街道 大部分被大發展商所持有 去細集 去收租或者自用 會否成為社會更兩極化的情況 我不會這些 你回答我 這麼長遠心無的東西 不是很懂得回答 我只懂得回舖 一間舖做什麼生意 怎麼低賣高賣 我吃點怎麼賺錢 這些太過 嘩這些再回答 你PM我再跟你去談談 Rex June 現在選修科 選修科 選修科 收心和過往全盛時代 HKCE年代 是不是差很遠 你怎麼看 是差很遠 不過我覺得 會有一個復興的機會 接下來你看著 尤其是science subjects 尤其是我最看好的 是chemistry這一科 是嗎 沒錯 chemistry這一科 Jillian Ho 就說想搞網購文具生意 target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的學生 一些什麼獨障人士 請問做不做得過 做得過 我想說 現在越來 因為政府對於send的支援 其實是 是真的很不夠的 所以 如果你是 發展一些教產品 是跟send有關的 是一定有得做的 是不是 所以有得做的 好事 然後June 之後就說 Hi June 喂喂 導演你好 你認識嗎 認識呀認識呀認識 阿權爺 你好你好 多謝June你先 我會PM你 因為自己都很小時候 剛剛畢業 都在找機會 我反而想問你 認為沒有什麼成本 年輕人創業好 還是三十幾歲 有經驗 相對有 有掀 掀掀的 創業好 你會不會 有同感 和二十幾歲的 你講 終句呢 就是你私特 始終都是 創業是不分年紀的 創業不是分你究竟有幾大 而是你有沒有足夠的 心理準備 還有有沒有足夠的 那個承擔的能力 錢呢 反而我覺得是其次 如果你有好招 大把人等著 去投資給你 真的香港很多人 是等著 投資給那些年輕人 去做生意 包括我自己 所以 如果你是覺得 你自己是一個 很容易 discipline 到你自己 做事的人 創業是ok的 不過 都是那句 你要 你要首先 有一點點的工作經驗 其實工作經驗 你當初創業 是為什麼創業呢 因為我讀大學的時候很窮 ok 我五千元的學費都拿不到 ok 所以我迫著一定要去做事 但不是創業 你做事而已 不是創業 我做事的過程裏面 做一做一下 我就發現 其實是 承包是幾好做的 所以我後來 我才知道 我撞回這些同學仔 我才知道原來 當日我在港大 就是接些生意出來做 接著分給別人 是撞回那些 就是以前的 那些partners 好過癮的 這件事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你有這個承受壓力的能力 亦都有一條好竅 有一個 我們所謂的一個niche 其實你是可以考慮創業 不關連幾時的 80歲都可以創業 十幾歲都可以創業 不過總之創業 你不要想回頭路 那我經常都覺得你走過去 你辭職那一天的時候 跟老闆說 你好醜 我永遠很討厭你 以後不要再回來的話 那你的創業其實會大很多 沒有想回頭路 其實你跟之前的僱主關係好 你的創業是少很多很多障礙的 這個是真的 OK Rion Chen Don't you think the margin of snap ads is extremely low and not enough to cover the cost of customer acquisition that's what I think at least 你有沒有意見 我們經常都說 究竟你的 business model 又或者你現在想著 是B2C B2B B2BC 究竟你的 task是怎樣 如果你這樣計 WhatsApp 就是怎樣 永遠都收支平衡不到 有一些東西 是收支平衡不到的 但是都是會一個好 我經常都說Google Value Steven 是不是 是的 我不知道他現在收支平衡了沒有 這麼大的 你別管 不過不要說 昨天我不想說一些很壞的 總之是很厲害 他們很厲害 很多時候 你都要想清楚 究竟你自己 target是甚麼 好 我們有些問題 在WhatsApp這裡收到 我讀出來看看June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你好 我是Isaac 是一名90后 想問一下 現在有甚麼可以令到 我們這班90後 踏上成功之路 好老實講 我做過很多份工 找的都是騙才 騙才 相反正才 根本不圍到 發不了為 非常之迷惘 所以他做很多份工的時候 都是騙才 我不說他的號碼是多少 騙才 騙才 騙才在我的角度來講 就是黃島獨 哈哈哈哈 那這些我真的沒有辦法 comment 就是 我不懂得回答 找男人煎很難 找你 因為就撈黃 撈賭 一般都是賺女人煎 容易一些 在店舖層面 是啊 所以這件事很難回答 好 又有人再問 中小營普集社怎樣做宣傳 你如果是 正如剛才所講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做教育事業 一定是由口碑開始做戲 是啊 是啊 所以如果你是做中小營 其實你真的不需要做很多很多 不需要放這麼多東西 放在marketing那裏 你想怎樣 他應該補很多 什麼subject全科補習 不如專攻一科 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 嗯 都是那句 你如果做好R&D 這件事是 你全科有好 當然你要start with 一些不要太過 嗯 太過癖的 但是癖 癖有 我自打嘴巴先 先講 癖有癖的好處 我講一下我自己 因為剛才有些朋友都問開 我都不怕開名 譬如現代教育 在九十年代的時候 Simon 掌 是我其中一個朋友 他是很成功的 因為biology 他那個market 是小到不得知了 但是就是因為 他那個時候 那個market 小到不得知了 是沒有什麼人入行 而且也很難 那變成他獨霸光 回了二十年 是啊 那這件事 英文呢 在補習來說 是最難做 也都最容易做 因為多 阿朱琳說得小心點 我們現在已經reach了三萬多人了 我想說 我現在看到這個 很厲害 譬如像Simon這樣才算 現在他退休 所以我才講 他紅包市場二十幾年的其中的原因 當然他的quality很好 另外一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你縱使任何人入行 是很難很難可以突圍而出的 英文呢 他市場夠大 但是那個competition 永遠是未曾緩慢過的 就是一直都是很厲害 所以這樣有好處 那你要問回 那你自己的專長在哪 這樣 好 再來 就問June 如果現在重新由零開始 Simon 如果重新由零開始 你會怎樣起步 由甚麼類型的補習社開始發展 阿阿鐵會這樣問 現在這個這樣的市道 如果要我由零開始 你會怎樣 由零開始你會怎樣 做甚麼類型的補習社 怎樣開始 現在這個這樣的市道 我不會做補習社 真的嗎 你總之不做 我亦都勸 我勸退很多人 我不是怕競爭 而是說如果他真的是老友 我不會叫他死 那有個best friend問你 我真的很想搞補習社 你就跟best friend說你不要搞了 那就看看他是甚麼人 如果他是老師 我就說你來我那裏 我看著你 這樣 但如果你說我想投資 那我就會說 你最好不要開了 因為 真是一仗成功萬骨庫 好 Max 為甚麼你會欣賞馬雲呢 我對這個人利用別人的夢想 的大片子又保留 他在香港捧過基金 騙班科技人才的創意後 抄襲和山寨人 基金又從未給錢過我們的學生 他只是山寨Ebay and Amazon 山寨Worthy的來源 為甚麼你會崇拜馬雲呢 我想呢 重視每一個成功的人都好 他背後會不會有黑暗面呢 我覺得是有的 那今次我們說 究竟呢 有些甚麼做生意的偶像 在做生意的角度來講呢 他的確呢 他做就了很多機會 給一班人 那當然啦 都是那句啦 那你做了一件事呢 自然呢 他可能也都會去 就是可能會是踩過界 又或者是令到某一些人 失去了他的飯碗等等 那所以 我不能夠說 他是一個原人 但是某一些東西呢 我覺得我是值得佩服他的 第一他 其實是 你看到他 他不失一個教師的風格 他就不時那些金句呢 是屢出的 很厲害的 那這些東西 我最近才說過他 就是甚麼 講錢雙感情 沒有錢沒有感情 就是 他講的很多東西呢 其實 inspire了很多人 而這些是free lesson來的 OK 這些是免費這樣講出來 我可以不出聲的嘛 我可以靜靜地做我自己的生意 但是他是很不論會去share 他自己 就是體驗回來 無論真真假假都好 他都是inspire到很多人的 所以我覺得 全面一點 我自己的看法 總之甚麼都好 你說外面的成功人士 也好有錢人 也好公司員工也好 也好 如果你問他說 喂 你的員工怎樣 你身邊人怎樣 個個都PK來的 個個都不好 個個都很懶 通常這個老闆很極有限 如果你問他 你的員工怎樣 你的partner怎樣 個個都好 你很幸運 有這些員工有些partner 通常這個老闆都成功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永遠兩面是欣賞人好那邊 他可能是一個大奸賊 但他真的有錢 他賺很多錢 今天嘗試你做些生意 不要他那麼奸殼 他有好的一面 是呀 看他bright side 看他bright side bright side June也有很多壞事 我都有個唐衣陷阱 我也超級牟利 有時牟利就牟過街 但有時現實地 有時你沒有些負面的事 被人報道 又太完美 代表你不夠博 我覺得做生意有時要博一下 如果一盤生意有時有生意 但扣錢 但賺錢不多 應該怎樣增加收入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這件事 很含糊 這個問題 我不是很focus 不過這樣說 如果你覺得怎樣可以增加收入 我只會跟你說 那你勤力一點 如果你一個人可以頂到 兩三個人做的事 你起碼可以先省點工 這樣 但當然 當你省點工 的時候 你要增加收入 可能你就不可以 free你的腦袋出來 去explore多些business opportunity 這樣說 如果你覺得那些錢不夠多 學一下你更輕這樣 你要做雞口 莫為牛口 可能你入錯行 但你又不甘心 我入錯行 我覺得自己 但我甘心 所以我便沒問題 我真的覺得自己入錯行 為甚麼自己入錯行 你講得那麼差 很多朋友說 Juna 你又說得 又捨得 你賺錢很少嗎 你賺錢不多嗎 你講得自己那麼慘 入錯行 我又不覺得自己慘 我是覺得 有很多朋友說 Juna 你又說得 又捨得 我沒說 這句我沒說 其實你做很多生意都可以成功 為甚麼要做 這個profit margin那麼低 那我就 我其實一點遺憾都沒有 我又做得開心 那原因就是 在education裡面 其實真的賺到自己 那不只是用 究竟你賺多少錢 去衡量那件事 有時候 所以 我會這樣 中國便租 你如果真的覺得 賺錢不多 即現在這個時間 你已經覺得賺錢不多 你檢討一下 或者你想一下 那這門生意 適不適合你做 如果不是就趁早 或者轉做其他東西 我自己的看法 賺錢不多 有時候我覺得 不是做得多 就賺錢多 我覺得最重要是做得轉 最怕就是 周身都沒有把力 反而你找一下 有時候 好像Steve Jobs所說 Focus is not about saying yes to the things that you do It's all about saying no to a hundred thousand million ideas Right 就是a thousand ideas good ideas out there you have to say no 如果你認識我的人 我經常都會說 no 我覺得跟我的生意 沒有關係 跟地鋪、投資幾千萬元 的鋪沒有關係 我見到不見 我大部份都說 no 所以我覺得 Focus很重要 你要想到的 OK Have you heard of HK Excel Ryan Chan 你有沒有聽過? 你不知道嗎? 我不會 你沒有聽過嗎? 是 Karman Lee 請問兩位覺得 一位freshgrad來講 第一份工作做 KPMG Macau Office 即是Audit 人工較低 還是Macau的Main Casino 說來這樣 Financial analyst 人工較高比較好 個人比較想做Analist 但因為已在香港置業 所以如果之後 想在香港發展 哪一份做start job較好 你有沒有看法? 做KPMG 我覺得永遠在四大走出來 你很多opportunities 是 所以你覺得是 我會覺得 Strongly recommend 你的KPMG 是嗎?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 你做KPMG 那些會計怎麼說 日後做生意 也好創業也好 就等於你是這樣 你指著 I want to go to the moon 但是會計的知識 就是手指 你的目標是月亮 但是會計的知識 就等於你的手指 你懂得指 你連會計知識都沒有 連手指都不懂指 所有人都想 go to the moon 但是問題就是 會計會給你基本的手指 所以我都贊成 如果沒有想走太遠 我覺得KPMG 不知道做那麼久 做兩三年 我就轉去別處 我也是KPMG 第一份工作開始 不就是呀 之後就轉了做投資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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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你好偶像 Yed Ming Lee 兩個偶像開台 於Ping Jones 多謝 Crystal Toad June SumSum Victor Chan 請問網上教育 有得做嗎? 有 不過你一定要想定 offline有沒有一些支援 是 最後我想問 大家 我想反而講到這裏 大家可不可以講一下 我後面有很多問題 我想快問快答 OK 我想反而講一下 大家今天學到些甚麼 今天學到些甚麼 給我們一些feedback take away value 是甚麼 Victor Chan 那網上教育有得做嗎? 你剛剛怎樣做? 我一定有做 不過你要想定 offline有沒有一些back up 網上教育 你講起教育 你清楚 我不敢這樣說 你看到網上做茶餐廳 有得做我答到你 好彩趕得切聽 Rosanna Lee 多謝 Edward Yu June 你好 你認識他人 港產主席 Debbie Wong 現在真的很多教育中心 和補習 寫生意買賣放盤 好害怕 你怎樣看 有沒有看法 Debbie Wong 真的要小心 你要看清楚license 而且license 要懂得看 比如capacity 等等 馬雲都是偶像 Julian Ho 說的馬雲也是她偶像 Jacky Kwan 多謝你真心分享 多謝你聽 你這麼忙 是啊 很厲害 你已經睡了覺了 懶是主辦 上市公司 百館集團主席 都聽你和我講 也有掌握一下面 意有永遠 在登記 XDDD 不笑啊 在笑嗎? 你不懂這些 你真的很累 你不同年輕人接觸的 你只是和舖接觸 我不懂什麼 XDDD 那Max 嗯 就是thanksbro 鄧國健 我的導演partner 想教電影拍攝後期 你們覺得怎樣 June有沒有想過 現在這類型的班 我什麼都想的 電影拍攝後期 其實已經是變了九百幾次了 那你要這個觸覺 還有你要steal in the business 就是說你真的 還是有參與到這個拍攝的 然後你才可以搞這些 如果不是呢 人家變了變了 你都還在教那些東西不行 嗯 明白 好 講教育我不夠 June講 那現在趁熱了大家 我想大家有什麼 take away value take away value 給我們一些comment 今天有什麼take away value 從我也好 從June也好 學到什麼東西 OK Chang Song 就說 時時由零開始抄淘寶 抄到什麼 時時由零開始抄淘寶 抄到什麼 時時由零開始抄淘寶 抄淘寶 我不是很明白的答案 我不是很明白 Isaac Lam 不怕娶錯老婆 只怕入錯行 你贊不贊成 我覺得不贊成 你不贊成 現在有多少些 所謂的slash career 是不是 你可以幾樣東西 那剛才你說 就是Edwin你說 就說要專注 其實未必一定的 現在有很多slash career的人 每個人都做得很成功 每個人性格不同 每個人性格不同 每個人絕對 因為我都很佩服 我身邊有很多entrepreneur 有人很專注做一番 你很專注做一番 是啊 所以不要介意 我跟這些人通常是friend 但是我有很多身邊的朋友 問他做什麼 又做游艇 又做金融 又做財務 又搞地產 又搞網上 說完一大堆事情 我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我就知道他有錢 他有錢 但是我很怕這些人 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做什麼 我跟那些人通常沒有計劃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你什麼都做 那搞完一大堆事情 你有沒有一番是做得出名的 那我都不明白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 要有一個identity 而那樣東西你專注做好的話 那就更加好 是 沒錯 我贊成的 還有你要看一下自己的才能 我自己就是 會做你的飯 做得開心 那我就會 但有些人真的煩不煩定 我真是服務 包括你說蕭若元 你說蕭若元他最成功的是什麼 我都說不出 但他真的煩不煩定 煩不煩都煩 他這種觸覺是很快的 很敏銳 但是搞很多生意 是啊 我做這麼多的講座 從來沒有人說 他講的說話跟我講的 譬如一見到你半價 他就立即知道我 intention 搞這個禮物 很快 他很快 他那個feedback很快 他說話都很坦白 變成他真的可以做幾番都可以 我最近都上了蕭若元的節目 每個人做法不同 他很厲害 什麼都可以 不過我經常都覺得 每個人有一飯厲害 已經夠了 一飯厲害 厲害到全港最厲害 已經很足夠了 好 Sun Chen 馬雲成功 最具人魅力 讚成 Mr Chow 想請教美女 我小孩一直沒有補習 成績普通 兒子夏年考DSE 是否今年暑假開始補習好些 我想知道補習可幫到那一方面 怎樣選擇很多明星級的導師 我快速講一講 第一 看看他抗不抗他補習 如果他抗他 不要逼他 這樣是弄考反絕的 很差的 我很怕見到這些 被媽媽來逼去補習的學生 第二樣東西就是 首先你要知道 究竟他有沒有這個需要 譬如好像說 如果現在 他根本上是覺得沒有什麼需要 而他又可以 easily 可以入到他心儀的學系 那個成績 你很多prediction 現在很多學校都會有的 就是會有一個projection 如果是足夠的 那不要硬硬去補 這個是我 是我真心話來的 OK 好 沒問題 Melissa很好的人 白佬 OK Artate的時候請問 對於小型補習社的時候 請老師和老師的拆帳 還是 full time 那些人工會比較好些 你覺得呢 那你去看他的size 如果你是 full time 根本上 但他平日在那裡 搶腳趾 那你請 full time 那大哥很浪費人手 所以看你的size 你可不可以 fully utilize 那個員工 其實 不是會 拆帳是怎樣拆的 可以嗎 我不知道 其實真的要看size 我想說一件事 我不是說 你要用盡那個人 而是說 你都要他有 那個job satisfaction 那個員工如果他懶開 其實他對自己的評價 或者自己的自我 真是很低的 你明白嗎 所以你要令到他 發揮到他自己的功能 才不是雷到雷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請 個full time staff 你要看一下你 是不是有full time volume 給他做到 這樣 但你們那些 你們全部都是拆帳的 是吧 亦都有part time staff 譬如我的座教等等 有part time 好 兩位成功人士 可否分享一下你們以前 怎樣找到人生目標 和方向 我很快 Edwin所說的 你娶老婆回來的時候 你未必一定那麼愛她 但你娶了她之後 要慢慢有感情 就好像我當年入行的時候 其實我為賺錢 不是慢慢的 馬上要撈著了 不行 要謀生 我家裡吃紙糠飯 那個人等著開飯 我五千元港大學費 我都是要問人借的 要去找part time 去還的 那你想想 那時候我真是迫上梁山 一定要做這件事 但是你慢慢做一下做一下 你會發現 你有成功感 你會有認同 而且你會有一些東西 你會覺得真是很窩心 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生意 你會不會和他抱抱發生感情 不會的 但是我們真的會和學生 老師 發生很深厚的感情 那你慢慢就會中毒 慢慢你就會覺得 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標 我自己我不敢說和店舖發生感情 但我一般很多時候會和創業者 和營商的人發生感情 我如果有兩班朋友 一班投資者 一班創業者 一班創業者 一般我和創業者是多話 跟投資者我沒有什麼話 因為每個人的風格不同 我經常都覺得 我是一個生意人 我不是一個投資者 至於回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的時候 我經常就像你所說 你不一定要做你喜歡做的事 但是一定要最喜歡你現在做的事 包括既然我現在逛街看泡 我自己基本上 早上7點多小時 我放下女兒之後 我由早上到晚 到處看泡 有時很熱 我走到一身汗 我一邊走一邊笑著 一邊走一邊笑著 對著天好像傻佬一樣笑著 因為我覺得 既然你做得到這行 你要去享受 你要喜歡它 沒錯 但是當然 你又要問自己的時候 那三個圈 一就是行頭 多不多人發達 二那些貨品 能否保值升值 三是否重複性購買 這些我之前經常都說 我覺得 現在踩這三個圈中間 會開心一點 好 如果做網購 如果做網店賣東西 賣得不錯 是否應該開一間實體店 有甚麼看法 我覺得如果那個Volume 去到那麼長時間 始終要有一間 是嗎 我來做 就是 showroom 當然要 我覺得 如果不是的時候 Amazon也好 什麼Alibaba 不會收購那麼多的實體店 Apple也不用開一間實體店 所以我覺得 始終要做一個showroom 給人家的信心是會多些 Henry Leung 信心很重要 Henry Leung Inspired 再會請教兩位 做小型補習社 做地區生意 除了口碑和同學介紹 有甚麼方法比較好 我覺得你真的不要浪費錢 這兩東西已經是最好的了 如果你浪費錢去做marketing 反而還沒那麼好 你多給一些Discount 肯介紹的人 來保你的人 是呀 是啦 就是一定要隻的 好 講教育他講完 我不補充了 Carmenly Thank you for your honest sharing 學到focus one point 將一張都真是有將來 那對啦 我覺得是 那Sam Jiang的時候 Todo is very important 這是take away value 是呀我和他都有做 對的 我對的 多多多多數 每天寫下一個 我自己嘗試 最難的事先做 最難的事先做 不知其他日子就會好一點 但每個人都會有一個 excuse 將最難的事放到最後 Billing 最重要是學到減壓 謝謝June的分享 跟牌壓力超大 在完成和新項目的中間 我馬上照顧 你當然了 一明 Lee 請問地產代理 其實算一盤自己的生意 怎樣可以成功的agent 你有意見嗎 你有意見嗎 我經常說做成功的agent 我以前不是錄過影片的 我剛才教agent怎樣做生意 我說最主要三件事 一 走多步 知道顧客想要些甚麼 二 勤力一點看多這盤 真是好東西 記住打電話給客戶 打電話 你要記住 這部東西叫電話 這部東西不是WhatsApp機 不是叫E-mail機 打電話給客戶差很遠 我自己看譜都是 兩個agent 十個agent 同一時間介紹那個盤給我 誰打電話給我 我就跟那個agent了 但很多人就喜歡傳個WhatsApp 錄一大抽的Voicemail給我 說真的 我都不記得他是誰 但誰打電話給我 我是最記得的 說你老實人 不是 年輕人不聽電話的 打電話 打電話是差很遠的 我約我出來 還沒那麼多時間 但總之打電話 還有記住永遠的心態 SWSWN 甚麼 SWSWN 甚麼 你知不知 我常抱著這個心態的時候 做agent就是 SWSWN 就是Some Will Some Won So What Next 總之你覺得這個盤是好的 就打電話給個人客 有些人可能先打電話給你 有些人說No 有些人說甚麼都好的時候 SWSWN 臉皮厚一點 不怕吃檸檬 那他真的第二天買東西的時候 不知道為甚麼他又會寄回來 所以你抱著這三種東西的時候 你生意會做得好一點 Aaron 現在做網上的遊戲和電話遊戲 還有沒有可以做求指教 你有甚麼看法 喂 我不再回答問題了 我想說 好事了 網上遊戲和電話遊戲 我不玩這些 Sorry 我真的不試 網上遊戲和電話的遊戲 還沒有可以做 你問我 因為我不太懂 但是網上遊戲 你真的要花很多錢 去做development 真是好看你本身 因為我本身是Cyberport 我們做很多incubate 那些網上的遊戲 電話的遊戲 但你花的錢真的要很多 你背後的資源 真是好看你的funding是有多少 創意反而是其次 真是好看你背後的funding 怎樣能夠支持到你 Jack Leung直播 我們現在e-commerce 都不夠你兩個digital勁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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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y Lee Hello from Malaysia Thanks for sharing Thank you Doris 學到很多東西 Jason Wong的時候 娶過有錢的老婆最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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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Lo 多謝兩位的答案 學到很多東西 希望Edwin多點Live 有機會可以講一下餐飲 和網購的生意 下一次有機會 找一些餐飲行業的老航June Rex M Thanks June 和Edwin 期待June所說的 是X科 特別是CAM 報讀人數上升 是嗎 有些科我不講 是嗎 因為CAM 已經一支獨秀錶出來 所以我說 都不是秘密 但其餘一些我收了 我不講 Sorry Kevin Cole 好朋友 June有沒有打算 將你的寶貴意見 給香港教育局 幫幫香港的小朋友 我會的 我會的 未來新局長上台的時候 希望聽聽我們說話 我應該下個月會有一個 Symposium 是和Annes Chan同場 那我們 誰來的 Annes Chan 陳美麗 陳美麗 我好 即將會上場 也是楊潤雄先生 我們希望也會聽聽我們的聲音 因為以往補習 他們不是很想聽 但其實我們 全部都在香港 超過四分之一世紀 真的要聽聽我們說話才行 但之前 施晉輝 政治助理 其實我們也有聯絡過 是好聽 我們 起碼他們會 親民一點 我覺得OK OK 明白 超感謝 Daisy Child June Erwin 今次無私的分享 最喜歡就是寧願做得專 不要 不賺大錢 但我甘心 Give me five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OK Joe Chan的時候 李先生 我是一個初創者 可否有幸和你吃餐飯 其實你發個訊息給我 我很多時候會搞些飯局 我經常搞些飯局 我經常搞些飯局 我每個星期六 早上都會搞些飯局 搞些breakfast會 有機會多聊些 OK 發個WhatsApp給我 90361143 我會收到你的訊息 H90361143 阿鐵就一直想知道 大型保證社 新入行和一線的老師拆帳是多少 而新入行拆多些 還是一線拆多些 你有甚麼看法 新入行一定不會拆得多些 因為我們要投資很多資源在那裡 正如我剛才所講 我們要投資下去的資源 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譬如好像說 我們要擺個課室在那裡 等它招生 我又要收得便宜些 它的課室都不會滿 但如果我擺個一線的老師在那裡 我會收足45人 我們那個opportunity cost 尤其是在香港 那個租金那麼厲害的情況下 所以新入行的策略一定是會低一點的 新入行策略 阿珠等一下 臨到最後的時候 你給一些的 我不知道是否座右銘也好 中谷大家創業做生意 做人做事做生意的 你先想定 那等一下我最後問你 因為我回答這些 我考虑一點的 Dorris明天開始的時候 就說做最難做的to do list 現在在說take away value 感謝兩位一直學到很多東西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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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so much Elizabeth Chen 要做行頭的expert生意 不夠勤力一點 做自己的生意 customer passion thank you for sharing 真心分享 多謝你Elizabeth 多謝你 take away value 是網上有的市場存在 但競爭實在很大 希望有機會合作 希望有機會 thanks for sharing 90361143 90361143 Hinsley 我的Whatsapp 90361143 Gavin Koh 就說Professor Andrew Arranger Andis Chen 和CEO對話很感動 所以非常期待 我和Anis一起分享 好 最後 Yemi Chen 你覺得一倍的生意利潤 不再答問題了 你到你 真的教大家 最後一個take away value 你說真心的 最後一個動態 是甚麼 我覺得 我不再答問題了 做人做事做生意 娶老婆嫁老公 甚麼都好 Choose your love and love your choice Choose your love and love your choice and love your choice love your choice 我自己說 我不知道 可能我從早上起床 那一刻 我儘量都有一個笑容 你儘量笑多些 唉 我經常都說 座右銘就是甚麼 如果是微笑 就是世界上最好 武副作用的鎮定制 大笑 就是世界上最好 武副作用的興奮制 所以 是不是都笑多些 哈哈 不知道日子就會過 開心些 我想說 知不知道 我呢 給別人的印象 我後來聽朋友說 其實是甚麼呢 他說阿June永遠都在笑 哈哈 我很開心 我真的聽見別人這樣說 我很開心 因為我是希望 就是帶給別人 一些希望 一些笑容 一些happiness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總之笑多些 員工又開心些 你身邊伴侶 身邊親戚 哪個都好 總之天掉下來當彼 笑多些 你和我都要有手 有腳 有靚靚仔 小靚靚女女的時候 就是這樣 總之笑多些 多謝大家今次的分享 謝謝 妻 salah 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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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